哈喽大家好 我是命大甜点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蛋糕 蛋糕是两个月前录制的 主要是家里有一队长辈要过生日 去蛋糕店听蛋糕很麻烦 因为疫情就不想去外面点太多东西 那怎么办呢 所以想就在家里面自己来挑战一下做蛋糕吧 这个蛋糕的制作过程有一点细句话 最早的时候是要做一个三层的巧克力榛果木丝蛋糕 想象中的三层蛋糕第一层就是一个囤厚有层次的巧克力可可 第二层相存的榛果酱芝士 第三层就是顺滑浓郁的白巧克力芝士 俗话说的好 通向的动版现实很无感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现实中三层蛋糕的效果如何吧 我们要找一个可以制造蛋糕基底的饼干 它放入这个塑料袋当中 搭碎备用 首先要记得把饼干的外包装去掉 然后一个一个放进这个袋子栏 然后搓一搓揉平 然后我们要拿出一个擀面杖要把它敲碎 制作这个饼干基底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 啪啪啪啪啪啪 敲碎了这些饼干的时候 你的烦恼和忧伤也随着这个饼干也都被敲去 而去 并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三十而已大火》 然后呢 里面顾佳所做的名牌蛋糕 知道顾佳为什么喜欢做蛋糕吗 因为非常治愈 你看这个饼干被敲出七岁程度 用感名杖来宣泄情绪 完了还有甜品来治愈人生 我刚刚当摄影师问了我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三层蛋糕呢 第二个是我这个蛋糕有什么冒险的地方 那我来就跟大家一一说明一下 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姑娘的日记段子 上了第一页写着 吃了一个冰激凌 然后第二页 写着一个吃了一个巧克力蛋糕 第三页写的是 吃了一个珍果的慕斯蛋糕 第四页写的是 吃了一个衣奶蛋糕 第五页写的是 今天早上就吃这么多 完成了我梦幻的少女梦 你看他上午吃的这三个蛋糕 都非常可口 把这三个口味的蛋糕合在一起 那不就是巧克力 珍果 衣奶 慕斯蛋糕吗 完美 好那再说说 今天的这个巧克力珍果 慕斯蛋糕有什么爆点 今天这个蛋糕的爆点 就是这个蛋糕会随着心情 而会改变它的形态 从巧克力珍果慕斯蛋糕 会变为大理石门蛋糕 然后最后会变成一个芝士蛋糕 那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效果 让我们耐心往下看 那教训视频呢 我就不错多说了 毕竟呢 学浅而空实 才疏而图素 这个瓶瓶罐罐 粉粉默默的一大堆 也搞不清楚 就跟小伙伴聊聊天 分级想一下 我做蛋糕的心得吧 最近呢 追剧三十盘已 彻底被顾佳缺粉 不仅商场上是一个全能白领 在家又是一个全能妈妈 在这点上 我也是新的七七烟 顾佳这个名字取得很好 谐音也是照顾家庭的顾佳 人如其名 是一位相当称职而出彩的全职妈妈 双商开挂 气场全开 全网都成为大家称赞的对象 来看看我们现在的大理石门路 已经清晰了 现在干什么呢 在蛋糕上写字 生日蛋糕上肯定要写生日快乐 只不过这个鲜艳的红色 用的是不是有点太张扬了 这样追求完美成果对这个四不像的颜色 当然要不满意了 盖住它 盖住它 一样盖住 比如说我有找一些白色巧克力奶油和椰子奶油 挤在蛋糕上面做最后的装饰 一圈又一圈 一圈又一圈 奇怪的颜色终于被遮住 一起被遮住的还有刚才 刚刚见天日的大理石门路 哎没办法 谁叫你的队友不给力呢 没关系 这一层层奶油切开之后呢 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大理石门路的 看我纯熟的手法 坚定的眼神 一丝不苟的修复 本应该四不像的蛋糕 现在蛋糕看起来都不错呀 可以想象一下 这一定非常甜蜜 虽然我今天最想做的是 真果巧克力慕斯蛋糕失败了 不然又补救成大理石 花门蛋糕又失败了 到最后改成现在的 超级双色咖啡奶油 黑白巧克力 真果芝士 理石多层蛋糕 结果还是不错的 大功告成 给自己点赞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失败不要紧 勇于补救 改于尝试 发挥你的想象力 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 开心最重要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祝屏幕前的小伙伴 生活甜甜美美 记得帮我点赞 点击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